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15度 这个羽绒服都穿上了 太冷了 这是前两天在山上摘茶子 因为我们这边那个野生的茶子 它很小个 榨的这个树太老了 所以把它砍掉了 把它锯了好多 像我们这边每年都会清理一下 因为那种老的茶树 它结果比较少 再说那个树很高 有的五六米高 那人都上不去 再说也怕摔跤 就把它锯掉 锯掉之后让它重新发芽 发芽长得那种愣枝 它反而结果欲比较高 像这种老的树状 将来就把它锯回来 像我们这边农村都是烧了个柴火 烤火都用柴火的 像这个茶树的那个木 木质很坚硬 烤火是相当好的材料 像这么粗的树 真的八几十年 有一些要上百年才能长这么粗 都算细的 还有更粗的 今天把这个全部把它锯掉 但是这里答应好的 也不能让我们自己会 只是吃饭 就能塔尽 像以橋游舞 大家尽快 放车 有人帮忙做事还是快 这俩小家伙放假了 天天在家里帮忙做事 看起来不搭着的 就用手剪的还爬起没的 不需要爬在这 热不热 不需要爬 我没有爬 不需要爬 把鸡肉切除下来 不需要爬 鸡肉切除下来 胡椒 鸡肉切除下来 它就生成天赋 我会有一些 他很糟糕 这一年老板 你是要做四十 你当我说的是 我许是一个小伙伴 有的